有朋友提到 佛教中对于刚往生者 有一个注念的仪式 请问注念背后的道理 以及其实际的效果如何 我们来请问两位老师 我们请洪老师 佛教来讲 往生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 因为你在往生这个阶段 有中阴身限期的状况 那中阴身限期 你是六道的哪一道 大概就已经确定了 然后你会跟相应的 投胎到那一道去 那现在一个问题 我们这辈子不可能禁干坏事 我们又做好事 问题你在往生的时候 你陷起的是什么状况 你会相应 那你当然在要去世的时候 大家这个身体很好用 用了一百年 舍不得 那舍不得你要跟他开示 他开示 你别人跟他讲 你如果没有表明 我会听你的 你跟他说这是佛说的 所以就开始练经 阿弥陀 他不敢低效 听 乖乖去往生 对不对 要不然 你看阿弥陀 佛说阿弥陀经 你不要只念阿弥陀经 你叫佛说的 对不对 我们是佛说阿弥陀经 他会信受嘛 佛有很大的威德力嘛 阿弥陀人来讲 家家夫妇都是 我不做产嘛 对不对 观生菩萨坐中间嘛 你看阿弥陀人 跟佛陀讲得都亲啊 不做呢 那个我们的祖先呢 是不是会很亲 所以你就会信得进去 所以你看 看这个跟他祝恋的话 他的善业会相应先起来 你在那里默陀 你感觉在那里想 三头云万丈的事情 我看不敢 对不对 不好意思 我们就在那里打坐 坐着 你看我们的心还翻腾 妄想纷飞 会不会觉得很惭愧 会啊 控制不住了 但是 大家在那里打念 我们会顺舍大家的这个念头跟着走 跟着走 那时候我们善念一定先起嘛 先起你中阴森就先起来了嘛 中阴森是我们这辈子 我们这个五阴森的维系物质所组成的啦 所以越早的话 他的身体越好用 那你第一个七 你第一天赶快走 一定是最好的 相应嘛 我说相应这两个字在注意哦 你这边怎么行行 你就到哪一个地方去 相应 你看啊 我们好事坏事做那么多 相应的部分 好事先起来 你就拖在到好的地方去啊 所以注恋变成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那如果大家也不会生起一些杂七杂八的 就是很单纯 那所以呢 最好是在往生之前 但是有的不是啊 很高怪啊 你做着他不需要消息啊 还跑到来啊 明天再又变回一个起 是不是 所以变成有的人都已经确定说 那个才开始注恋 那当然效果就会比较差一点 你看正常人中阴森是大概八个钟头 就已经躲起来了 然后也可以去往生了 所以这个佛法的利益 能说生死是大事 那生我们没办法参与嘛 但是死总是可以嘛 什么又好 如果有好不好 你都不能跟他说 那些不好 你都能够优好吗 对不对 你给你母子 对不对 给你几个奥迷糊 有什么不好 所以这个来讲 是有一个靠佛的威得力 那当然 有的还会开示一点佛法 那佛法你要跟他相应 他不相应的人 你跟他开示没有用 所以如果没有办法开示 你就念佛 对不对 佛号 然后就送 《佛弥陀经》 他最起码 就有善念会相应先取 所以这个是很如法的一个方法 佛教它是可以让现前实证解脱 以及智慧的法教 但是佛教也相当重视助念 因为助念可以帮助家属走出痛失心人的 亲人的这种彷徨 无意以及痛苦 那也可以帮助亡者往生到较好的去处 所以 助念对于佛教来说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么助念的原理是什么呢 在佛法里面 人死了不是什么都没有 一般人如果他没有造作大恶业的话 那么通常在他断气以后 大约八到十二个小时 大概八个多小时以后 他就会形成完整的中阴身 那么在这八到十二个小时中间 就要特别告诉家属 绝对不要去碰触去摇晃 往着的身体 那也不要呼天抢地大哭大喊的 这样子会对亡者 因为这时候他还没有死透 会对他的身心造成很大的痛苦 可能造成他堕落三二道 这个必须要告诉家属的 那么接下来 中阴身行程以后的七七四十九天 也非常的重要 什么叫中阴身 中阴身就是一起生命死亡以后 到下一期生命出现中间的一个存在的状况 他总共有七个七 是什么意思 第一个中阴身出生以后 他只能维持七天 七天以后他就灭掉 会再出生第二个中阴身 前后总共有七个中阴身 总共四十九天 那么最慢最慢四十九天 这个亡者他就一定要去投胎投生 可是越慢去投生的话 他的福德会越来越差 他的所投生的地点会越来越糟 因此在中阴身阶段七七四十九天当中 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么尤其如果亡者是家里的长辈 或是自己年迈的父母的话 他如果生前没有学佛 通常不太可能投七就走 可能拖到二七三七四七五七都有可能 所以这个时候要告诉家属 要好好的帮助亡者念佛 让他的心 这个时候的中阴身的心可以安定下来 而且呢 要不断的跟亡者说 譬如说跟老人家的中阴身说 你已经死了 你已经死了 你回不去了 有些老人家不知道自己死了 那他会绕着他的尸首 或者是这个尸首化成骨灰以后 他会在旁边绕 他以为他回得去 他会在那边去徘徊 所以家属要跟他讲清楚 你已经死了 你这个射身已经失去了 已经不能用了 要跟他讲清楚 那同时呢 还要不断的跟老人家说 你最恨的人 你也要把他忘掉 你不能再仇恨 或者是你最爱的人 譬如说你家里的儿子 你那个金孙 你不要说等到他来 等到中阴身 还要等到儿子孙子 金孙什么的 来送行 你不要等他了 如果他们不能来 你一直拖 拖到后面 果报会越来越差 还有他放不下的 比如说金钱 他爱的珠宝 房地产 存款等等的 都要跟他讲 这些你统统带不走 除了头七要讲 二七 三七 四七 甚至要讲到五七 都要一直讲 因为老人家没有学佛 即使他有学点佛 这些执着都没有那么容易放下的 但是中医生有个好处 他有小五童 也就是说 他看到家人为他念佛 或是这个修行人为他念佛回向 他可以看到修行人的皇光 他知道这个人 家属诵金 帮他陪福等等的 对他有帮助 他会靠过来 他会喜欢 他知道早没有修行的人没有用 他就会靠过来 那么趁这个时候 就要好好跟他说 你就要跟着好好念佛 同时 中医生另外 他已经开始有所体验 他可以体验到什么 当我们告诉他 你第一个中医生死了 七天一定毁掉 第二个七他会再出生 他经历过这个 他会不会相信 他会信 那么这个时候你再跟他说 你看看你死了 可是你还是中医生又出现了 现在这个是你的过渡期 但是你为什么没有死 我们最殊胜的地方是 我们可以告诉他 大圣佛法的第一异地 就告诉他你有一个乳癌障没有死 所以你不会死 那么你的乳癌障会出生你的中医生 甚至他会含藏你的业种 而带着你去投胎 这个时候 他自己有所体验 说我真的死了 可是我还存在 他会相信你的乳癌障法 这个时候对他的注意是什么呢 最大的帮助是什么呢 你跟他说 那你相信这个第一异法 乳癌障法 你好好念佛 你发愿去极乐世界的话 你绝对不是下贫下身 因为我们知道下贫下身是造十二本人吧 可是你相信乳癌障法 相信这个第一异法的话 你发愿去极乐世界 你的品位会提升 同时就告诉他 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多么的好 没有灰尘 也不用打扫 也不用工作 也不用煮三餐 你要什么有什么 也没有恶人 你在那里好好修行就好 他会相应 他会相应 然后又告诉他 你所有的 这些亲人眷属 你都没有办法继续待在他们身边 你所有的财物都没有办法带走 你的身体会毁坏 你要放下 就这样不断跟他讲 他才能够心得决定 这个不容易 可是一旦他心得决定 透过家属不断地跟他 开解以后 他心得决定以后 他就愿意好好地念佛 等待阿弥陀佛来进行他 他就可以顺利地往生到极乐世界去 或者他不想去极乐世界 我们可以告诉他说 那不然你就来当人嘛 你求佛 皆因你到 适合修学佛法的家庭 让你继续可以来修学佛法 也同样可以利益众生 也可以继续修行 那么透过这样的一些重点来 利益王者的话呢 通常都可以达到注念的效果 那因为其中还有很多细节 时间的关系 我们没有办法讲这么多 但是这个部分 大家就可以做一个概率的了解 其实注念 对我们学佛者 其实是很重要的 那事实上是有三个对象 第一个对往生者自己 其实往生者自己在面对 对自己死亡的时候 其实心里面是很恐惧的 因为他对死亡之后 下一步的境界无知 所以心里面会很恐惧 那也就是在这此时呢 如果帮他注念 也就是在导引他 顺利过渡的这个阶段 让他的整个过程能够顺利 而且他心无恐惧 并且可以顺利往生到下一世 所以经过这一段时间的一个注念 不仅让他心无恐惧 而且可以往生散除 然后第二个对象 就是对于这个往生者的家属而言 因为他看到自己的家属往生了 虽然心里面他是很忧伤的 但是看到往生者 他顺利过渡了这个阶段 他心里面也会得到一丝的安慰 那也因为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注念 他与佛法也结上了因缘 那对于注念者而言 除了可以跟往生者 家属 可以结善缘之外 他看到往生者以及家属 面临这样的一个生理识别 还有生死的这样的苦 对他自己 也可以得到现观的一个解脱功德受用 也就是对他的佛法的修正 也可以增上 所以注念这件事情呢 不仅是对往生者 家属 以及注念的人 其实都是一个自立立他的一个行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